剛好同學問到有關定義名稱 因為這邊已經幫各位定義好了 比如說深等 你會發現他選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選到上面的藍位名稱 像這個你可以點一下 這個他也沒有選到上面的藍位名稱 所以以後你們定義的時候 反正上面的藍位名稱 我是建議不要選到 那你如果選到的話會不會錯 其實好像也不會出錯 只是多選了一些不應該選的東西而已 OK 選整列、整藍嗎 對,是OK的 是OK的啦 OK的 一小時後新增就不要再提到 對,只是說因為你選那麼多 我不確定說他的效率會不會受影響 對,因為他很多空的 他不知道會不會自己排除掉 這個不太確定 所以如果理論上會新增 那你可以試 但如果固定就是那些 你就不要沒事跟他選整藍 對對對,OK 好,而且你會發現選之後 上面藍位名稱也選進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再商榷的 OK 好 那最後的話 當然後面這個你們就自己完成了 因為這個甲 那這個甲的話 基本上他應該是 去查什麼呢 查的話應該是這個 你們可以查這個等級有沒有 這個甲應該是烤機啦 A-這些是烤坪 所以這個我想你們就自己把那個 成績給查出來 那你可以怎麼 先查第一個 加上第二個 再加第三個 那你可以刮胡之後除以3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用Aver取 有沒有 用那個Aver取 第一個成績 倒點 第二個成績 倒點 也是平均啦 反正最後平均就OK了 那比4的話就是 把這個 成績 這I3 乘上0.3 然後 這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對 乘上0.3 有沒有 就是這個成績 這個I3 乘上0.3 再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7 所以得到的公司 是這樣子 那總計的話呢 就是把 把什麼呢 把這個 這兩個 合計的話就是 等於 等於 這個成績 乘上0.6 所以乘上0.6 加上什麼呢 這個成績 乘上0.4 這樣就OK了 打個勾 合計就出來了 那名次的話 其實都差不多 名次的話 當然也是用之前用過那個 Rank.EQ 所以統計類裡面的 OK Rank.EQ 然後呢 一樣的就是把他的 他的成績 在那個範圍裡面 他是排第幾個 所以Rank 他的成績 他的成績 然後在整個全部的成績 所以點這個Ctrl 系列向下 記得一定要把那個 第3列 跟第40列把它鎖起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鎖起來 他範圍會跑掉 按確定 那一樣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一樣 總共會有7個欄位 1 2 3 4 5 6 7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呢 寫出兩個VBA的 SUB 還記得吧 清除比較簡單 For I 等於什麼呢 這個第3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追蹤的話 其實最好是從A3 Ctrl 向下 追蹤 有沒有 然後得到範圍之後的話 那就輸出 入B欄 到N欄 到N欄 所以清除 然後輸出的話 就是分別把公式丟進來 這樣就OK了 好 那程式應該還記得怎麼寫 因為這個前面我們都會寫 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那第二個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寫清除 清除好像比較直 直覺啦 For I 等於第3列到第40列 不過我是建議啦 這個40 一定要改 為什麼 待會我們要跨工作表 那因為每一個工作表 總列數 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40那完蛋了 其他 工作表 我要跑到40就停下來 不對 所以要怎麼追蹤還記得吧 這個可能要一定要非常熟悉 Range 然後A3 點END D 然後前刮 XLDOWN 點ROW 這個我們也寫過很多遍 OK ROW 這樣OK了 那這個其實你可以把它當 當成是一個 固定的公式 稍微記一下 反正你就向下追蹤 就OK了 那這一招我是覺得還蠻方便 當然坊間很多書籍用的追蹤的方法都不一樣 不過我是覺得 還是一樣 你熟悉的就最好啦 OK 像我是熟這樣 OK 那底下的話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這個像 這個放在這裡 但是呢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Range.EQ有沒有 我們的範圍是 M3 到 M40 但未來 其他工作表 最下面那一列 不會是 所以怎麼辦呢 有幾個方法 一般習慣是 你可以把追蹤到的這個資料 先建一個變數 叫做R 有沒有 把這個追蹤到的資料 放在R裡面 然後以後的話就 用R來代替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一樣 把它放個R 因為R 這個 事實右邊還有個括 後括弧 所以它不是最右邊 所以怎麼辦 串在中間 也會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前後 再把它控格 這樣就OK了 好那第一步完成了 OK這應該沒問題啦 第二步來了 那其他 其他怎麼辦 所以喔 我們再來就是需要 再寫一個程式 什麼程式呢 我希望切到下一個 所以我的需求是這樣 切到這一個 再切到這一個 再切到這一個 然後再切回來 所以要切要怎麼寫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寫 這個地方 我們在上面寫一個 這個一樣用序詞 所以SHET 序詞 刮弧 如果你要切到第一個就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 那我們理論上是 第i一個 跟i用掉 用S好了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Slate Slate的話就切過去 那所以呢如果我要 先切第一個 再切第二個 所以這裡的話可以寫個 For S 等於 第一個切到第四個 到 第四個 然後呢 裡面的話就做這件事 Shit S 點Slate 然後記得喔 後面一定要加一個next 那如果你執行這個的話 執行這一段喔 他就會 先切第1個 如果他已經在第1個就不動 再切第2個 再切第3個 再切第4個 如果第4個還要切回來 那你可以在這個尾巴的地方 再寫一個什麼 Shit 1 點Slate 有沒有 讓他再回到第1個 欸 所以喔 如果我假設 我把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那假設啦 如果我底下這個不做的話 基本上我把這個底下先註解掉 我們先跑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按F8好了 先第1個 那因為他目前已經在第1個了 所以不動 好 那再來 S現在應該跳一個 這邊2了 所以跳下一個 有沒有 0組跳過來了 然後呢 再來跳第3個 有沒有 再跳第4個 最後的話 再跳 沒有了 跳回去 欸 所以好像已經很近 我們再來 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搬到中間 所以他跳過去之後 順便做這些事情 那不是OK 所以我把這個 把它搬到哪裡 把這一段 搬到4回圈 4S回圈裡面 記得喔 一般習慣 會把它 在選取就按一個TAP 因為你想說老師那我不按TAP可不可以 其實程式也會跑 可是看起來很累 為什麼 因為你就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階 因為外面也有4 裡面也有4 到底是裡面還是外面會搞不清楚 OK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理外就分得很清楚 OK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我的程式裡面有縮排 你就要記得喔 你要養成好習慣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因為養成好習慣 程式都容易血亂七八糟的 雖然可以跑 但是看起來就覺得 很不舒服 OK 那所以喔 我們做完之後 來看一下 清除 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就把 程式 直接這一段 複製過來 然後 一樣加在這裡 然後尾巴加一個NAS 所以拿這個來 OK 那這樣清除就OK 所以清除的話 他一樣會先清第一個 把這些清 他跑很慢 所以我讓他全部跑完 OK 少一個 切回到第一個 工作表 點Slate OK 好 那再來Walk了 所以喔 我們來看一下 要不OK 切回來 那再來的話 我讓他跑跑看 所以 這個的話呢 我乾脆讓他中斷在這邊好了 讓他跑 這個 先 輸出 這個 放在這裡 這個已經OK了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是第二個 切過來了 然後一樣 追蹤他的列 40 應該是 這個總列應該 應該比較多 101 讓他跑完 OK 然後看一下資料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OK 這個 是不是100 沒錯 那所以換下一個 然後讓他跑一下 有了 助理員也跑完了 這邊都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再切回到第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現在這樣子跑 還蠻順的 清除的話來看一下 一個 兩個 三個 清掉了 有沒有 這樣一下子 看起來好像OK 有沒有 所以就很方便 一個 做完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OK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我可能會講的比較快的部分 因為這個有些地方前面都做過 那只是說 多增加了什麼 多增加了就是 第一個 一定要用追蹤的 向下追蹤 這個如果追蹤 這邊的話用R就好了 OK 然後呢多一個什麼呢 For S 等於1到4 然後敘詞S 這個的話就是切到哪一個工作表 最後記得再切回到第一個 OK 不過呢 這邊好像有一個 小小的缺點 缺點的話就是說 跑起來好像會有 好像會 一個閃動的感覺 有沒有 而且是清除 閃得好像比較厲害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教過各位 如果你不喜歡那種閃動的感覺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怎麼樣呢 可以直接在 層次 開頭的第1行 加1行 很重要的層次 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然後點ScreenUpdating 等於Force就可以了 Application 點 Application 如果你點下去發現 奇怪怎麼沒有 那個清單 那表示你清 這個自拼錯了 ScreenUpdating 等於Force就可以了 把這個關掉 那當然如果你兩個都關的話 你就這個開頭有沒有 都加這個就可以了 來試一下 這個關掉之後 會不會好一點 你會發現 整個感覺 就不會一直閃了 感覺應該我覺得 視覺上面有 更專業的那個趨勢 所以你們試試看 這個程式部分雲端上也有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